有一種題目是不用算的 他就問你說我有沒有做工 有做工還是沒做工 做工就是力量成位移 兩者之間必須要互相平行 所以什麼情況下沒有做工 沒勢力 合力是理 就沒有做工 第二個 沒位移 沒有移動 沒有動 沒有位移 沒有做工 第三個 力跟位移是互相垂直 力跟位移互相垂直 沒有任何平行的量 所以就沒有做工 所以問你說他有做工沒做工 有沒有勢力 有沒有位移 力跟位移有沒有平行 少一個就是沒有做工 沒勢力 沒位移 或者是力跟位移垂直就沒做工 就是一些沒有做工的方式 就看題目的寫法去檢查去看一下他有沒有施力 他有沒有位移 力跟位移有沒有平行 三個裡面少了一個 沒施力 沒位移 沒有任何的平行 只有垂直 什麼叫做沒有做工 沒有做工 OK 然後我們看一看一些說法 這個手提中部不移動 就是站在那邊拿東西 你有沒有施力 有啊 提東西嘛 有施力 那你有沒有做工 我們皮箱有手往上提的力量 有重力往下對不對 有兩個力 那兩個力有沒有做工呢 沒有 為什麼沒有做工 位移是零啊 沒有動嘛 位移是零 所以叫做沒做工 重力也沒有做工 手提力量也沒有做工 OK 那現在水平移動 手提重物往前走 垂直向上提 走水平的路 OK 那麼一樣 他有位移對吧 剛才講他有受力對不對 施力向上嘛 重力向下 有位移對不對 可是 兩個怎樣 垂直啊 上下的力 水平的移動 所以互相怎樣 水一直 所以有沒有做工 沒有 所以他也沒有做工 重力也沒有做工 手拉力量也沒有做工 就是檢查東西有沒有做工 有沒有被人家做工 問有沒有受力 問有沒有位移 問力跟位移有沒有平行 沒吃力 沒位移 力跟位移互相垂直 完全沒有平行的量 那叫做沒有做工 OK 所以根據這個敘述 我們從前交過了一個力量 他鐵定不做工 我們交過一個力量 他一定會跟我暗示你答案 一定會跟順時速度的方向垂直 所以他一定會跟位移 順時的位移一定是互相垂直 因此 他鐵定 鋼定 必定不做工 誰啊 哪個力量 他一定不會做工 來 這個大哥叫做Eleven 11號 有一個力量 鐵定 鋼定 必定 不做工 誰啊 你說什麼 相心力 相心力喔 大概吧 那就大概吧 相心力 相心力一定不做工 為什麼相心力一定不做工 因為相心力隨時指向圓心 隨時都跟順時速度的方向垂直 也就是隨時都跟位移垂直 我講過了 速度跟位移是一組對不對 方向一樣 方向一樣 所以相心力鐵定 鋼定不做工 前面教過一個國中程度 鐵定做工 叫做 摩擦力 現在教你一個鐵定不做工 叫做 相心力 相心力一定不做工 因此相心力不會改變能量 不會增加或減少它的能量 既不增加也不減少 因為功能地理告訴我喔 對東西做工會造成能量的改變 增加或減少 做正工會增加做副工會減少 那是一個重要的觀念 OK 就是跟各位講一下 請判斷 請判斷 這個情況下有沒有做工 沒有私利 沒有位移 利跟位移互相垂直 叫做沒有做工 可以嗎 可以